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旺基伸手 拉过魏无羡的手 把魏无羡的双手都握在了自己掌心 才眼神坚定地望着魏无羡 语气笃定道 相信我 他真的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两个的孩子 魏无羡长节扑闪 脸上挤满了震惊 错 不可置信等复杂的表情 可谓是相当精彩 是真的 蓝旺基解释道 你还记得我们年前来M国 住在酒店的那次吗 魏无羡眨了眨眼睛 半晌后又点了点头 他又怎么会不记得呢 那次来M之旅 才让他知道了他心爱的蓝湛 曾受到过的苦和伤到过的心 他们还把那个酒店里的情趣用品都玩了个遍 就是那次 蓝旺基捏了捏掌 心里魏无羡的手指 你还记得 在你设之前 我给你戴上了安全套吗 魏无羡还是觉得一头雾水 莫名其妙 不可置信 蓝旺基继续解释道 后来 我们做结束了 把那你哄睡了以后 我又悄悄起床 把你设在安全套里的经验 交给了白医生 拜托他帮忙 一定要培育出来一个属于你的孩子 魏无羡瞳孔又瞪大了一圈 他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且不敢相信 你还记得前不久 我经常往M国跑吗 魏无羡闪了闪长节 随即点头 记得 那时候 孩子在人工子工 培育器里的情况不是很好 所以 我经常跑M国 生怕孩子有个万一 你 魏无羡眨眨了眨眼睛 声音都有些颤抖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你说 爸爸妈妈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你结婚生子吗 蓝旺基辅身 吻了吻魏无羡的额头 所以 我想让爸爸妈妈实现愿望 魏无羡还有些猛 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蓝旺基口里的爸爸妈妈 指的是他的爸爸妈妈 也是 已经结婚了 又是双方长辈都同意 且得到了祝福的婚事 那他的爸爸妈妈 自然也就是蓝湛的爸爸妈妈了 所以 你听说我小时候对婚姻的幻想是 取一个穿着白色婚纱的 说到这儿 魏无羡停顿了一下 声音颤抖道 所以 你才特地穿了婚纱 蓝旺基轻轻摁了一声 我最爱的王子的愿望 我当然要努力实现了 虽然我不是女人 蓝旺基抬起手来 拇指指腹轻轻擦拭过魏无羡的唇角 眼神温柔而真诚地望着魏无羡 但是 我会比任何一个人都爱你 比任何一个人都对你好 我会把时间最温柔 最真诚的爱都给你 相信我 魏英 我真的很爱你 海枯石烂 也依然爱你 那你呢 魏无羡嘴唇微颤 眼眶不争气地又红了起来 声音哽咽道 那你呢 蓝旺基瞳孔微缩 一时没反应过来 疑问的语气问 什么 魏无羡哽咽咽着道 你考虑到了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你的呢 你就没有什么小愿望吗 哪怕一个也好 闻言 蓝旺基嘴角微痒 眼底的笑意像波涛一样 缓缓地荡氧开来 他温柔而深情地说 我有你啊 蓝旺基双手 捧着魏无羡的脸颊 低头 把自己的额头 轻轻贴到了魏无羡的额头上 你就是我此生最大的愿望啊 我只要有你就够了 其他的一切 跟你比起来 都是微不足道的 魏无羡紧紧抿着唇 眼眶一酸 眼泪不受控制地就涌了出来 他发誓 从来没有那一刻让他像现在这样如此感动过 他突然痴笑一声 伴随着眼泪 却笑得幸福而痴迷 抬手撒娇似的在蓝旺基胸膛上捶了几下 你真是个大傻瓜 蓝旺基 你真傻 是个大傻瓜 魏无羡就像这样 边哭边用拳头 在蓝旺基胸膛上软绵绵地捶着 边捶便一个劲地喊着大傻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